被通知以後不要再去 顏麗婷被她取代一代女王 欢迎来欢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及电信所有的高点朋友 准时来到一代女王 那样的钱不开头以后看不到了 因为顏麗婷19日在脸书宣布 几天前接到电话通知 以后不需要再回去录影 要她交出一代女王主持棒 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我学到很多 我的演艺生涯里多了漂亮的履历 回想这三年的点滴表现仍有再精进与进步的空间 但我始终珍惜及努力做好工作 我想我是无愧于心的 她也安慰自己 有舍才有得 离开一代女王虽非我所愿 但老天在此时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宝贝女儿Tanny 这些人真的很让人伤脑筋 最了解在颜丽婷怀孕期间 由巴玉代班主持但收视率差不多 她产用付出后只录过两次节目 就被告知要和巴玉一起轮流主持 加上颜丽婷主持一集约2万元 巴玉的主持费只要1万元 电视台才决定赶由巴玉接手主持 对此未知中文才澄清 两人主持费用其实差不多 也感谢颜丽婷多年来的付出与表现 制作单位则低调回应 是因节目要调整形态才更动女主持人 娱乐动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